它就是一个好像海景房的感觉 Yay! 所以我今天终于到Limaso Cyprus了 就是在6月28星期三的时候 我的Scheduler就突然间发了一个email 讲要offer我一个新的contract 一开始他是问我要不要去这个Ovation of the Seas 可是因为他的Joinit是比较靠近7月位 我当时就觉得当然是越早上传出越好 所以我就决定接受了这个Dual of the Seas的contract 7月2号我就需要飞去Cyprus 然后在酒店隔离两天之后呢 我就需要在7月4号的时候登船 正式开始我在船上14天的隔离 然后我就要开始工作 可是其实我们Dual of the Seas呢 是在7月10号就会起航 然后它是一个8天的航线 所以就是讲其实我第一个cruise 我是没有在工作的 因为我需要被隔离 一开始呢我的船通常会走的是7天 在希腊附近的岛域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从Cyprus出发 然后会去到像Rodz Island Mikonos Pyras 跟Santorini这样子的岛域 然后这个itiner一直维持到11月呢 我们就会reposition我们的船 然后现在就会去到像我们西边和东边的加勒比海岸 之后我们的home port呢就会正式在Miami 然后过后它可能就会去像那些Cyman Island Mexico 然后Brederico 这种比较小的岛国 其实去机场是很sad啦 因为我的家人跟我的男朋友是不能送我的 我们当时就去警察局问了你只能打Grab 然后其实Grab他们是有跟我们讲在这个FMCO期间 他们的operation hours是from6点凌晨到12点凌晨 然后其实就可以看到整个机场是非常的空 然后我们的航班数量也很有限 以前可能你会看到很多面 可是现在就是一面你就可以看到完所有的航线 然后其实我在过那个immigration是有一点紧张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autogate是没有开的现在 就讲你是要经过那个immigration officer 他会interview你 然后当时候我就很pass 因为我尝试申请了my travel pass 因为我以为我会需要到 结果我后来才发现到船人是不需要的 你只是需要present你的seaman book就可以了 然后他一知道我是船人过后呢 他就直接帮我stamp 正式exit from Malaysia 所以我这一次是真的成功出国啦 公司就安排我搭Katar Airways 从马来西亚飞去Doha 然后再去到Lanarkar Cyprus 很开心的是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呢 其实我搭飞机的时候 整排座位是没有人的 所以我当时候就躺在这边 一个人霸占了三个座位 然后我到了这个机场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原来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是给你免费的手推车 像在Cyprus这边呢 就是你要放那个2EUR的coin进去 你才可以用手推车 然后我就坐上公司安排的taxi 他们这边是加murs的啦 玻璃窗口很特别 因为他们后面是完全黑色 tinted的 然后我就安全抵达我的酒店啦 然后这边就给你们看我的酒店 然后我一进到酒店 就是很漂亮 它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海景房 然后阳光明媚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 我之后要去的船 就全部都停靠在这边啦 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开始在船上到处乱滚动啦 它这里也是有一个menu 让我们选择我们要吃什么 然后它的食物分量都很大 这里的午餐晚餐和早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